明狗是可怕,暗狗大於天 什麼是明狗暗狗? 明狗即是九代,十九代,夜九代,三十九代,四十九代,紅九代,六十九代 一路去都有九字,叫做暗狗 那暗狗呢? 十八代,夜七代,三十六代,四十九代,紅四代,六十三七十二代,九個倍數就是暗狗 那這些狗說的是虛歲還是周歲呢? 那就是虛歲了 說到年齡老一輩的人有這樣的俗語 明狗不可怕,暗狗大過天 這裡說的明狗指的是年齡上帶有九字的數字 是很明顯的 譬如說九歲,十九歲,二十九歲,三十九歲,四十九歲 一路數下去 但是要注意的是,這裡說的是虛歲,不是周歲 順便說一下,虛歲和周歲有什麼區別呢?又如何計算呢? 民間普遍認同的說法就是,在媽肚裡面都已經算是一歲了 都錯不完 實際上虛歲的計算方式就是,從出生的時候就已經算是一歲 每個農曆新年就增加一歲 譬如說阿強是年三十晚出生,到了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 雖然阿強只出生了兩天,但已經算是兩歲了 當然這個情況是比較特殊 虛歲就是以農曆新年為一個分界點 每個大年就增加一歲 一般情況下都是虛一歲而已 只有特殊情況才會虛兩歲 大家可以以這個計算方式來計算一下大家是虛幾歲 虛歲是多少 虛歲等於當年的年份,減出生的年份再加一 這個就是你虛歲的年齡 這個計算法是在秦朝的時候就已經出現的 因為古人沒有零歲的說法 也是我比較傳統又特有的計算法 而周歲就不是計農曆新年 而是計生日,每個生日就增加一歲 不知道你鄉下是計虛歲還是周歲呢? 留言告訴我吧 說回明久不可怕 而是在明久這個年齡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因為古人認為明昌異黨 再加上自己是幾多狗幾多狗歲 明顯就不會說不記得秘技 但暗狗指的是虛歲的年齡 以狗的倍數出現 例如18歲、27歲、36歲、45歲、54歲、63歲、72歲 一路地數去這些狗的倍數 雖然明狗就說明昌異黨 但面對暗狗的話就要暗戰難防 要特別注意要謹慎才行 例如多做好事、樂善好事、小販口舌之爭 盡量不要做一些大的投資 不要去一些比較危險的地方 甚至古人還認為凡是狗 不管是明狗還是暗狗也好 運勢都會大起大落 事業會不穩定、家庭狀況很多 很容易會發生變故和挫折 有些地方在逢狗的時候 還會穿紅衣、紅叉、紅襪 但又沒有理由天天穿到整個禮士風 偶爾穿一下都可以的 所以古人認為逢狗這個年齡 要特別注意謹然慎行 為什麼古人會這麼忌忌這個狗呢? 因為古人認為狗是最大的 是一個極限的數字 這就跟古時候皇帝的一個權威專�有關 譬如說九五至尊 民間所說的狗狗歸一 逢狗之年必多災多難的說法 所以古人的概念入面 這個狗就是一個神聖不可逾越的數字 再往前就有分散滅亡的意思 古人對於這個狗可以說是又宙忌又敬畏 在易經入面就有說到 將狗視為是智陽之數 亦都叫做老陽 老陽就會轉陰 寓意是陽極而陰生 陰氣就會開始侵蝕江陽之氣 而在內經入面 亦都將狗視為是一個終點 逢狗必轉物極必反 所以以前民間的老百姓 尤其是老人家 做生日的時候 逢狗就會被視為是一個大的關口 正所謂暗狗大關口 覺得過了狗之後就等於大埔南過一樣 因為逢狗之後就是整數接近圓滿 所以有些人就會很低調地過 逢狗就一起重拱 甚至有些就完全不搞生日 隨便和家人坐上吃頓飯就算了 免得被不老禮的事發生 當然現在看來有點迷 但是站在當時的角度來看 醫療條件又落後 生活水平又差 戰亂又多 可以活到三四十歲已經很聰明 所以才有了明狗和暗狗 這樣的說法 其實可以體現到 虎人對美好生活和長壽的一種期望 但是現在看來有沒有科學根據 到底是不是真的要避明狗暗狗 有學者調查就發現到 逢狗有災這個說法 其實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沒有發現到 凡狗相關年齡發生的災難 的概率是比其他年齡多 也沒有發現到 人老有兩年堪 73歲又84歲的死亡率 是比其他年齡多 這一點就可以說明 這些說法其實是不透普 沒有科學根據的 所以各位心態很重要 開開心心活在當下 不要想些不等洗的事 想身體健康 每天吃好睡好 不要說和人家勾氣要多些鍛鍊 想長壽除了和基因有關之外 還要多些行善即打 而對於老祖宗流傳下來的傳統文化 我們沒有必要去貶 保持一夥敬畏的心 要理解和尊重 老祖宗的智慧和信仰 不要迷信 但也不要否定他們的存在 你說對不對呢? 好了到最後輪到你分享下 你是明狗還是暗狗呢? 又在經歷什麼難事呢? 評論區分享下 我們下期再見